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小編 現在在福壽山農場的千韻園 可以看到白色的櫻花已經盛開了喔 這個位置是千韻園裡面的雀橋廣場 這裡有一個休息的涼亭 那這邊的櫻花屏東都是白色系的大導音 目前看到這些開大概才開一層左右 所以下個禮拜開始會進入賞 白色系的櫻花就是大導音和接音的賞音期 今天天氣也是真的超好的 白色的櫻花整個氣氛就完全不一樣喔 和前面的粉色系的櫻花 它的氣氛完全不一樣 它很潔白很高雅的感覺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大導音的特色 大導音的花很漂亮白的 有一些它的花蕾會有帶紅色 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花和葉會一起綻放 所以它開畫的時候又帶著很清新的嫩綠 整個拍起來其實還蠻漂亮的 那花旗主要是三月中旬一直到三月底 都是這個大導音的賞花旗 那到時候這些 這幾顆是開比較早開的 到時候都會像一顆一顆的棉花糖一樣喔 非常的美 那再加上高山上的藍天超藍 然後草地也是很翠綠 然後還有我們的白色櫻花 這樣搭配起來其實很漂亮喔 真的 水嘎啦 水嘎 超美的喔 這些大概才剛開喔 接下來都是美麗的白色櫻花的世界 那大導音和基因它們落花的時候 其實也都是一片一片的 一個花瓣一個花瓣的 它落花的那個量也非常的可觀 所以它是非常典型的 陰吹雪的代表 今天禮拜天 人也相當的多 說多的話 比起其他地方其實 我們這邊算還好啦 其實狼狼 算 算是 沒有那麼 擁擠的 賞櫻景點 你看白色的 這一區從 雀橋廣場上來 這一片 都是 都是 白色系的櫻花 那過來粉色的 現在看到的粉色是富士茵 富士茵已經進入 花旗的尾聲了 大概剩下這兩千可以觀賞 這個 這個位置 這裡可以一次看到三種櫻花 四種 這個大導音 然後後面有吉野音 然後這種長長的是 昭和音 旁邊的是富士茵 千元主要的品種 這個位置都看得到 那現在又剛好 白色的 粉濃的 都在開 這個 所以這個櫻花現在是 拍照必拍景點 那 在山上其實就是 白天 好天氣的時候 很熱 像夏天一樣 像夏天一樣 那是 傍晚 早晚的溫差又很大 來我們走到 織女廣場 來織女廣場這邊 繞過來就是 最晚開的招呼音 所以現在還是在賞花旗內 所以現在還是在賞花旗內 很滿吧 這邊走下去就是擺設的大導音的部分 那這裡有幾顆 這裡有幾顆 也即將盛開啦 來 走下去往我們櫻花廣場 好 從珍女廣場下來這裡有一個 眺望點 好 又是一個滿坑的櫻花 不過 這部分的 富士櫻 也 即將進入尾聲啦 那在入口處的部分 是我們的吉野櫻 那邊有一區的吉野櫻 現在正盛開 好 這個 使命培訓室 我們就繞過去看一下吧 這個位置不錯 來 這幾顆是招呼音 可以看到的樹形 就是直直的上去 那有看之前直播都知道 這邊要怎麼拍呢 這邊 有一個特殊的拍法 就是 往上拍啊 因為它樹形的關係 所以你這樣往上拍 這個視野 超讚的啊 尤其這個 有帶一點涼亭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哦 好吧 大家都知道小編很愛拍這個 有情侶來 簽音源的話 當然要特別拍一下 親手拍照 在簽音源裡面 祝大家都能牽起好姻緣 好姻緣 好 再看這個廣角的景色 超美的對不對 對啊 尤其是在正上方的時候 哇 那其實齁 大家從從那個角度 就是從珍藝廣場那邊 照過來齁 你會在一片整片的 簽音畫裡面齁 背景全部是全滿版的櫻花 好 好我們走下去啦 那這一區的招合音因為是比較早開的齁 現在葉子開始出來了 這混著一顆雞野鷹 因為之後 會陸續補植啊 空空的這樣 會陸續補植 那其實櫻花在補植的時候 它是 沒有花沒有葉齁 所以 有時候不好認 那有一些 從 原藝栽培上 就是 買苗的時候 它可能就把標示牌標錯了 所以 會造成這些 補植之中 會有一些 奇怪的品種在裏面 哇 這邊 野餐 總被又更升級了 小帳篷 好 我們這裡不會禁止野餐齁 但是 禁止生活 那 垃圾請待下山 OK 入口的櫻花廣場 現在 富士櫻還是很漂亮 好 液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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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液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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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到出口了啊 那隨著春秋的假日 到了 所以 綠草如荫 兩 сильно 就是 非常、那 widely 十分自説 對 那溶珍是很虽化的行為 千萬不要模仿 好 這一區是雞鷹 大部分還沒有開 那入口這一棵的雞鷹 現在是拍的真美的時候 開的真美的時候 算是我們入口一個 迎賓樹啊 迎賓櫻花 超滿的 再走出來就是入口了 入口有停車場 今年有三層的停車場 盡量停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一天 拜拜